中兴会堂于1959年启用 是中兴新村中最宏伟的建筑之一 早年作为省府集会及接待外宾元首的场所 后来也作为娱乐空间播放电影供居民观赏 中兴会堂是西式白色建筑于空军节启用 外形设计上曾有一说 是参考当时主力喷射战机F84来进行设计 以象征胜利起飞 建筑外观上有着流行于19世纪末的椭圆形入口 左右对称 入口门廊跟立面的圆拱 柱廊 山墙 大抵为典型的西方古典样式建筑 类似马萨顶的屋顶 斜坡与牛眼窗 整体建筑大气且稳重 建筑物主体原是米黄色 后面因为年代逐渐褪色 于维护时被误以为是白色 之后就把中兴会堂漆成白色 渐渐的大家都以为中兴会堂原本就是白色建筑 现在大部分的用途为大型会议 学术或者专题演讲 艺术文化音乐演出非政府组织会议中兴 中兴会堂身为中兴新村代表性地标之一 具有历史意义以及观光价值 于2011年文化部登陆为历史建筑 中兴剎 通常 Morm fell 千曠岸 各种东方兴 都有很高 Un 河 有